救護車火速趕往車禍現場 將一家三口送醫 尤其是駕駛 情況不樂觀 上下板的撞擊 導致胸部會有疼痛現象 在車上的時候 就意識漸漸的變弱 經過醫院的急救後 63歲的柯欣駕駛 還是回天乏術 三台車輛臉狂撞 前面兩台車主都毫無受傷 第三台車主被夾在 6號下午這一家三口 剛參加完親人的喪禮 回家途中經過彰化中華陸橋 不僅撞上前方兩部車 車頭幾乎全毀 而駕駛還受困其中 事隔一天 家人回到陸橋招魂 場面愛妻 只是不幸的事情接連發生 剛辦完弟弟的喪禮 緊接著丈夫的離開 任誰都無法接受 記者沈說來許惡文章 志凱 彰化報導 給我來許惡文章 表現了 林肇 到